哈喽游戏细来了 今天要分享的游戏是风来之国 画面中正在走动的这个大叔就是我 原本是一个生活在地底下的挖掘工人 孤家寡人一个 某天挖出来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从此有了牵挂 因为今天是学校的开放日 所以大叔呢 也需要来学校听课旁听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的人呢 从来没有去过上面的世界 也就是地面上 视上面的世界为禁忌 所以对于来路不明的白发小女孩 就非常的不喜 进入禁地的人将打开通往地上的通道 灭顶之灾会降临波特岛 波特岛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 老师老师 上面这么可怕 为什么还有人要去上面 因为这个老师也打不上来了 这时候小萝莉就说 因为上面是蓝色的 很漂亮 然后就惹怒的老师 其实老师还好 最可怕的是校长 这时候这位同学就顾不气了 你有什么证据 大话经都不相信小山说的话还一顿嘲笑 好家伙 第一天来学校就碰到了自家小萝莉被欺负 这能忍吗 完了完了完了 校长来了 校长出现了 气氛一下子就严肃了 刚刚还在调皮捣蛋的小屁孩们 一下子就安静地坐姿端正 唯有小萝莉还站在桌子上 发威了 校长要把他赶出去 面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和嘲讽 红色的小萝莉出现了 肯定他说你没有说好 但是 赠名给他们看不就好了 那怎么赠名呢 那个静地勾引着他 勾引着他前往静地 然后我们的小萝莉就傻乎乎的 就真的被这个红色的骗走了 这下白马王大了 活该 天哪 这小孩子什么的太讨厌了 这说的什么呀 因为那小伤前往禁地了 肯定是非常 听说那里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是要在他出事之前 要找到他 那边可是静地呀 快是告诉约翰 算了吧 那想到估计是回不来了 我们不说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我去 这个阿勇太坏了 这么这么一个小生命 这么残忍 还是机器人有情感 机器人都比人类有情感 然后就跟我们说小山小萝莉跑去禁地了 这时候刚好被这个广播的长老听到了 这就是挖掘工地现场 然后这个长老就是工地的工头 同时也掌管了这个岛上的 这个镇子的所有人 完了完了 被长老知道了 到时候回来吃不了兜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先去把小山给追回来 走走 在这里我们的初始武器就是一口锅 现在还是平底锅 锅神 然后还有炸弹 有武器有炸弹 有些路障需要我们用炸弹炸开 然后才可以继续前进 有个做饭的灶炉 这是买东西当时好像坏了 冰箱这里的冰箱就是用来存档的 八尺 如果在激烈战斗中败北 就可以从这里重新出发 败北 怎么可能败北嘛 反正先存个档再说 不能过分的盲目自信 这里有点不太对音 小沙小萝莉 既然在这里 它既然可以安全的来到这里 路上那么多怪物 都没有把它吞没 还好还好 还活着就好 不枉我白眼 哎呀 这这这这这双眼冒光的怪 出场方式这么炫酷 我们当然我们大叔也是很帅 OK第一套西式播法演示正式开始 演示对象为本游戏的第一个小boss 这个boss呢 它会发出两种光芒 一个是狼光 一个是红光 当它发射的光芒是狼光的时候 它就会往自己身体里面吸东西进去 就像垃圾桶一样 这时候吸尘器吧应该这么说 这时候我们可以丢个炸弹 它吸进去就会爆炸 我们就可以疯狂的输出 然后当它发射的光芒是红光的时候 它就会吐垃圾出来 这垃圾伤害特别高 所以我们就是要躲一下 又一次蓝光了 我们丢个炸弹 然后做等它爆炸 接着就用锅疯狂的敲打 这个锅据说还是某小女孩年轻的时候 用的非常喜欢用它来打人 不得不说用锅打人的感觉 真的太舒爽了 难怪我们太郎精神了 路上这些路障敲打的时候 有时候会掉小星星 我们就可以加水 有时候会掉炸弹 就可以补充一下炸弹 毕竟这个怪被炸弹 打到它想冒电了都 还能动 太强了 这样还能动 感觉它锅据好像变慢了一点点 但是看着看着是有点慢 但是其实你真的打的时候 你是那种感觉 是非常的刺激惊险的 你是看光看的话 是不能身体体会的 那种时时刻刻都感觉 蹦着一根血 你就感觉自己下一秒就有点 就非常的刺激 紧张 但是也很好玩 哇 已经听到了它的残叫声了 nice 棒棒 看我这小手势 我们的小萝莉公主 是这么的可爱漂亮 看到她平安无事 哪怕被怪物吃掉也值了 她也非常的担心大叔了 这种有人牵挂的感觉 有人担心的感觉 太美妙了 但这时候的大叔已经体力透支 晕倒在地了 虽然说我们战胜了怪物 但是也受了不少的伤 小萝莉努力的要拖动我们 但是怎么都拖不动 只能出来找人求救了 刚出门就摔到了 遇到了这个爱流鼻地的扎克 这 这不是小沙吗 挺惊讶的 看到我们 毕竟他也知道我们去了境地 还有这个 狄哥师傅 这是从那里出来的 他们很惊讶 不得了了 因为长老已经知道我们去过境地了 当然 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先把约翰给救回来 再说 长老先抛在脑后 大叔只是一些外伤 休养休养就好了 但是我们去了境地这个事情 被长老知道了 太不得了了 只是小山现在呢 根本不在意什么长老不长老 他现在心里最最担心的是大叔的安危 总希望能为大叔做一点什么 听说这个凝胶可以帮助大叔恢复伤势 所以小山决定要先去找庸医男凝胶 就是这种互相付出 互相陪伴 互相牵挂的感觉 OK 那今天就先到这 我是希希 小汉记得关注点赞 每晚八点可以到某站看我直播 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